主料,红薯粉条50克,肉丝20克,木耳吃个,胡萝卜0.5克,主料,香菇2个,黄瓜0.5克,红辣椒1个,大葱,盐0.5勺,韩国大喜大0.5勺,白糖,香油,酱油0.25勺,白芝麻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用菜人数,1到2人。 将粉条用温水泡15分钟,在煮10分钟倒出备用,做锅,平火倒油,油热后放入分别将大葱,胡萝卜丝,香菇,木耳,胡瓜,牛肉丝炒熟取出量量,将粉条放入加入蒜汁的锅中加上酱油,盐,白糖,大喜大调的酱汁上海,关火爆凉,最后带上手套,翻入炒好的各种菜,最后滴些香油,白芝麻, 搅拌均匀即可,最后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,将它放入一个大的保鲜盒里,然后放到冰箱冷藏一夜,下次吃之前微波炉,盯一分钟,味道超级好哦,烹饪技巧,一定要放冰箱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